起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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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二个跑了快追站住 四个我那边跑那边快追 快快快点 快快追快 好 停 回来 从这边 快 馨儿你怎么样 我不行了 放下来 别胡说 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 我反正是个死 还不如你拿我的头去清赏 不得他们信任 只要 就能实现你的计划 你闭嘴 我唐龙绝不会做这种卑鄙的事 快 快 那边有人呢 走 都快就快了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替狗关卖命 别装死 起来 好大胆子 还敢行刺 起来啊 别装死 起来 好大人 大人 大人 禀邦大人 就是他 他死了吗 死了 谁查他 是汤公子 请 请 于侯大人 这位就是新上任的小支寨汤龙 小人何德何能 赶罚于侯迎接 你还不知道 你现在可是大红人 这一屋子的大大小小 谁也不如你 在蔡太师他老人家心目中的 分量重啊 这可折杀小人啊 你打铁的铺子在哪儿啊 带我去看看 你 这个 小人 暂时在土地庙安身 师父 汤龙虽年少 却已被蔡太师砌住 你就是这么体恤国家栋梁的 栖身破庙 他怎么能安心打造精良兵器 干脆 明天多被一顶软软 请汤之寨直接随我上京 是是 汤之寨 你随我上京 蔡太师 会马上赏你个无品锻造官的名头 如此一来 你可以在京城专心打造案件 意下如何 恭喜汤之寨高盛 大人 大人 家父嫁鹤西去 不过粤鱼 按我汤家祖训 樊孝子 必为双亲守坟三年 方可外出做官 所以 请恕小人 实难从命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那我就在延安府上住上一段时间 等你大功告成 我再带着宝物 回京复命 大人放心 我马上在府衙里面 打扫出一所厅堂别院 请汤龙入住 打造神兵戾器 把那儿拿过来 快点快点 拿过来 好了 抓紧 跟几个 汤公子来了 汤公子来了 汤公子 您现在是官 想吃什么菜 您吩咐一事 我们马上就给您送过去 这火头房烟熏火燎的 不是您这样的贵人来的地方啊 哎 就是 咱们呢 可是同行 同行 你们想 我那铁匠铺 天天不也是烟熏火燎 有风香助力 那火头 比你们还高呢 是 是 哥几个 这样 就这这坛酒 陪我赌一场呗 是啊 你们也都知道 我汤龙就是个烂赌徒 我这一天不赌 手痒痒啊 汤公子 我们做下人的 就那么几个小钱 还不够您耍一把的呢 就是啊 没钱 你们输了 喝酒 我输了 付钱 怎么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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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谢谢 一二三 走 金葡萄 这小子金葡萄牙也有些日子了 有什么可疑之处 没有 就是老爷爷跟下着门喝酒赌钱 狗改不了吃食 还有不赌钱的时候 就日夜钻研打铁技术 好像着了魔一般 你家也是世带打铁 所以我才派你去给他当助手 这是你立功的机会 给我盯紧一点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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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去 这边 这边 快追 这批专家弟已经被包围了 我失险过多 逃不出去的 反正都是个死 那我跟他们拼了 回来 老师都死了 谁来报仇啊 听好了 你借我的尸体立功 一直在他们身边 摸个差事 然后找个机会给你爹报仇 因为我报仇 是 这方法不可 你说不听我的 我们的死都毫无意义 好了 拜托了 我住 剑柄 是 你不会白死 你不准 后一个 给这个 那 都可以 storytelling 是 或者 有一点 本人 的 优优独播 canal 你有 哈 谢谢大家